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稱委員一名 院長各位委員大家早 本席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華航機師罷工 蔡政府荒腔走板 大年初四以來 歷經長達7天 160小時的華航機師罷工 前後歷經四次的協商 而終於在昨天晚上8點半取得共識後落幕 預計此次的華航營收損失超過5億元 但是損失最大的 卻是華航的商譽 而且是我們全體要達華航的民眾的損失的權益 也重造了台灣的觀光的產業以及國際的形象 這過程中也凸顯了蔡政府的無能 蘇內閣荒腔走板毫無協調的能力 面對機師的罷工 蔡英文從走村的總統變成了神隱的總統 其實院長蘇貞昌的接地7內閣 也做事故里放任罷工事件的發展 毫無危機處理的能力 其實在華航股權中 航發費占45% 行政院開發基金持有9.5%的部分 中華電信也有4.8%的部分 這些泛工股的股權已經接近一半 打49.9% 政府當然有權利去做所有的重大決定 但是交通部卻說 華航是上市公司 政府無權干預勞資協商的結果 這樣子的說法令人無法接受 我們只能夠說是行政帶動 執政無能 其實從去年的12月 華航已經向桃園市提出了調解申請書 如果桃園市政文財市長 他的勞工局可以接受 而且開始處理調解的事宜 其實依法調解期間不得進行罷工 那麼罷工事件也不會發生 或者至少可以拖到年假之後的高峰期 但是桃園市勞工局毫無作為 導致罷工的發生 其次一場華航的罷工 攸關大眾的非航的安全 我們的勞動部部長也神隱 卻有一個勞動關係司的司長在那邊主導 但是很多罷工的內容 其實需要是勞動條件司司長進來介入 都不要講說外籍機制的問題 也牽涉到航發會 牽涉到我們國發會的問題 所以最後本席呼籲蔡政府 正式非安的問題 積極處理兼顧勞工及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面對危機四伏的國際形勢 低迷的我們國內的經濟的發展 蔡政府蘇內閣不能在荒腔走板 失位素餐 臺灣政府體這樣蠻開無能的執政者的考驗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同委員慧珍 蘇院長 各位委員大家好 國人在過去的三年裡面 在民進黨執政之下痛苦萬分 民怨四起 人民隱忍了三年的痛苦 龐大積怨在去年的11月24號 終於結合就由九合一大選一舉爆發 所以民進黨失去了 執政黨失去了地方的選舉慘敗 蔡英文總統在面臨排山倒海的不滿和批評之下 只好趕快匆匆的將新的內閣換上來 交出行政權 蔡總統為了擺脫執政不利的印象 只好暫時來犧牲賴清的院長 而且懇求過去的蘇貞昌院長 重新回到這個行政院來 那大家知道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已經做過在12年之後 重返執政也重返回來這個位置上 我相信只有他心裡最清楚 這個位置 這個硬性有多麼的艱難 這個位置有多麼的難做 所以他一上任就告訴所有的內閣說 要捲起袖子 聊聊天 接地氣 更重要的是要讓人民感覺好 但是人民的感覺到底有沒有比較好呢 本席請所有的國人同胞仔細想一想 蘇內閣除了邀請前立委陳其邁回鍋來擔任 還有林家榮回鍋來擔任 一個是副院長 一個是交通部長以外 其他的內閣都是留任 扶政或者是回鍋 讓人家感覺到毫無新意 這樣子的一個新瓶裝舊舊 本席不僅要質疑 蘇院黨是否真心要讓人民有感 這樣子留任九成以上的閣員 是這樣的施政能不能讓人民耳目一心 所以我們回到真實的實質的執政層面來看 蘇內閣就任昨天已經滿一個月 在過去的這30天裡面 台灣的社會有沒有任何的改變 沒有 不但兒院事件頻傳 酒駕爭議不斷 而且經濟部還罔顧過去年的公投結果 公開的宣布2025要自然廢核 而政務委員又提出來 要把中正紀念堂改成立法院 甚至於連我們民生用品 大家平常要買的雞蛋都買不到 我想要問問最近的航空業 本席就是最大的受難者 那個華航因為取消 本席改大長榮航空 今天早上凌晨才回到台灣 差點趕不上我們的院會 我想要請問在這些痛苦的階段過程當中 蘇院長蘇內閣你們的人在哪裡 本席要誠摯的呼籲 蘇內閣不要再操弄意識形態 好好的發展國家的經濟 因為台灣國人的生活已經痛苦不堪 面對於這個世界上的形勢 經濟跟外交的合縱連橫 台灣已經被嚴重的邊緣化 我想要提醒大家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承受意識意毫的傷害 只有尋求兩岸的合作 放下意識形態 朝野齊心 我們台灣才有可能創 共創多贏的局面 讓我們中華民國重新有機會站上國際的舞台 讓大家 民眾對中華民國重新 未來的榮景有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同委員 下一位請呂委員玉琳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是我們新會期開議的第一天 但是有著相當多的議題等著我們來處理 在近期的孽童酒駕 不只我們跟社會大眾 都看到媒體眾多的報導 大家都生惡痛絕 我們不捨的是那小小的身軀承受的多大的痛苦 我們不捨的是因為一己之私 葬送了一個青春的生命 造成了幸福的家庭的破滅 在一片要求嚴懲高漲的民意 本席認為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有必要回應外界的期待 因此酒駕的仲罰 還有孽童的仲誠 就是我們修法自在必行的 的確我們也承認 仲誠不是唯一二指的方法 還有很多的相關的配套去延齡跟執行 像是對於高風險的家庭的關懷 政府相關政策協助跟宣導 本席也要提醒我們剛剛上任的蘇院長 應該要立即著手來嚴鄰 但是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於 相關的修法的配套 在於刑法跟法則部分 給予嚴懲 希望透過嚴懲來達到恫嚇的效用 這是最後的一道防線 來徹底的阻絕酒駕造勢 孽童的案件不發生 本席要強調的 這不是盲目 而是希望在所有的政策手段 都沒有辦法立法的情況之下 對於酒駕 孽童的懲罰 希望能夠達到嚇阻的效果 而免於讓我們的孩子 本席也已經提出了刑法185-3 與刑法286的修法 在於酒駕造勢 置人與死 比照刑法殺人罪的刑責 最高可處死刑 無期徒刑 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於獵童致死 則是處死刑 本席要在這邊最後的呼籲 我們應該要盡速完成酒駕 跟獵童的修法 來回應社會大眾的期待 謝謝 謝謝理委員 下一位請將委員啟程 兩位蘇院長 還有各位閣員 各位媒體朋友大長 我想我們在這邊要代表人民 向我們的新內閣要求 多顧生計 少顧生量 人民的生計 不能只有靠生量 最近高雄市長韓國瑜 要前往大陸地區 是要讓更多的農產品 能夠賣到大陸去 到大陸行銷高雄的特色 是要拼生計 但是蔡政府 不要為了顏色 為了網路的生量 就打壓 自己去不了 別人也別想去 甚至要修法延長限制 政務安赴大陸的年限 長達15年 什麼都要政府許可 蘇恩昌院長 競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曾經說 如果新北市有機會 跟中國任何城市交流 他都贊成 多交流是好事 前高雄市長陳菊 也表示 兩岸應該朝正面友善的方向發展 有更多交流 不要再彼此懷疑 我們都知道 兩岸關係 不可能沒有政治關係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明文規定 未獲政府授權 所簽署的任何協議 均屬無效 韓國瑜就算想簽任何協定 也不會產生任何效力 蔡政府把高雄市長當成政敵嗎 前高雄市長陳菊 兩次赴大陸 蔡總統都表示權力支持 怎麼換成韓國瑜 一切就變得掉 民進黨上上下下的首長 包括市長 都贊成兩岸城市交流 黃偉哲市長甚至說 經濟100分 政治0分 但是遇到了韓國瑜 國門都還沒有踏出 一切都還沒有開始 就開始扣紅帽 預設立場 只因顏色不正確 自己去不了 別人也不能去 毫無理由打壓 台灣人民不是笨蛋 社會自有公平 蔡總統 蘇院長 昨天也在臉書秀出 農產品外銷的亮眼成績 如果農民的生計有改善 當然我們給他掌聲 但是應該開心的農民們 卻沒有歡天喜地 就像足跡處 每每公布人民的薪資成長 但是沒有一個人有感覺 只剩下冰冷的數字 只剩下網路直播 賴清德院長 轉身離開的時候 留下了許多建言 新內閣的作為在哪裡 我再講一次 人民的生計 不能只靠生量 請多顧生計 少顧生量 謝謝 謝謝蔣委員 下一位請林委員議員議員 院長 各位官員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完全執政不作為 虐童酒駕 沒感覺 近期家暴 及虐童事件頻傳 這事件的發生 並不是這兩天才有 過去在立法院 也引起諸多討論 和修法提案 雖然張院長 身為最高行政首長 第一時間點 不應該是在臉書發文 而且不是提出行政作為 卻是把責任 推給立法院的立法怠慢 過去幾個會期 也從未聽為民進黨 要把家庭暴力防治法 而同期青少年權力保障 法及刑法的修正案 列為優先法案 反倒是不當黨產 促轉條例 軍公教年金法案 及前瞻基礎 特別預算 這類黨裝與鬥爭的法案 列在最優先 如今富有的安全亮起紅燈 才要立法院趕快立法 現在立法院是民進黨最大黨 擁有過半數的席次 多數委員會的招委 也都是民進黨籍 完全執政 要過什麼法案 不會過呢 政治鬥爭的法案都過了 結果關乎民生 關乎人生生命財產的法案 卻還躺在立院 法務部甚至拖到去年的9月25日 才提出行政院版的修正草案 蘇院長身為執政黨議員 居然還在推卸責任 普法不足以自行 光有重罰沒有落實也沒有用 在法律修正尚未通過前 應該要求相關部會 立刻以行政措施 來落實及改善健全 目前不足的社會安全網 例如第一 行政院去年核定為期三年的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 需在2020年年底增聘 3000名的社工人力 但到去年11月為止 金融率只有70% 這不是馬上可以做的事嗎 第二 衛福部在2015年推動6歲以下 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增戀父母未滿18歲者 為主要關懷對象 但到目前為止 未成年小爸媽的追蹤關懷機制 也並未落實 第三 衛福部及教育部 對於托育人員和教保人員 都有進行消極資格 或是不適任的登錄 但相關訊息並未完全公開 家長人物從挑選優質的托育場所 種種的別忘了 孫昌林現在是行政院院長 真的要做 就把相關部會所有機制動起來 協同強化社區生活中 低線的社會安全網絡 同時也連結學校輔導 就業服務與治安維護等體系 這些都是政府 立刻馬上可以做的工作 否則強化社會安全網 只是淪為口號 我們不要口號治國 我們要真的看到政府 對於這些事件 真心的關懷 真正的同理心 完全執政而不作為 難怪人民會沒有感覺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林委員得福 兩位蘇院長 還有所有與會的蘇團隊 還有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我想這次整個華航機師的罷工 可以說蔡政府是荒腔走板 因為台灣整個民航室上首次的機師罷工 歷經了160個小時 但是可能是一場勞資和旅客 以及可以說接書 支荒腔工會逼上罷工之路 那工會也錯誤 策略也讓自己身陷於不利 那協商整個過程 其實我們都看到 在整個過程裡面也沒有看到行政院 副院長陳其邁 還有勞動部長許明春 還有交通部長林佳龍 包括華航董事長何阮仙 桃園市長鄭文章 但是在昨天晚上集體現身 來見證簽署團體協約 那這也讓外界解讀 說如收割的大軍 那其實整個罷工起源 是來自華航空吳員 罷工當時可以說 華航對空吳員訴求製造單全收 但是這位認為 做足了萬全準備的華航之荒 在整個罷工的態度上 非常的硬 大年初三 用詞強硬的新聞稿 來更促成整個工會的罷工 而勞資前三次的協商 勞動部也有別於過去 空吳員罷工的整個主動出頭來協商 讓空吳員可以說在罷工上面 迅速的落幕 那這位請有派出 這個市長級的陳志宇慧 直到昨天第四次的協商 那勞動部才派出 這個市長劉士豪 總算成功扮演穿針引線的關鍵角色 並讓罷工昨晚宣告落幕 但是第三次紅眼協商全程直播 昨天午後直到昨天晚上成了一個密室的協商 這個也讓這起勞資真利 雖然落幕 但也令天會議 外界有質疑的聲音 昨晚一口氣完成了 所有訴求協商 並迅速簽署 簽署這個環體協約 自我雙方有私下的 這些交換條件 我想這三年來兩次的罷工 兩位書院長還有行政團隊還有在場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我想剛過完春節又是新會期的一個開始 我想為了讓人民能夠過好日子 在此祝福以治軍嚴謹出名的蘇院長 能夠帶領我們的行政團隊拼出一番好成績 雖然今天頗腹盛名的戴天府抽不出國運籤 引發民間的一個熱議 但是抽不出國運籤 我們覺得根本不用在意 因為所謂的神意 不是我們凡人所可以理解的 有關於民意 只要好好的傾聽 大家可以知道人民的需求到底在哪裡 蘇院長上來之後 每天展現匆匆匆的一個魄力 特別是大年初三特別來辦公室上班 我們給他努力的公務給予掌聲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 整個春節民眾最關切的就是一個罷工的問題 讓大家能夠出得去平安的回來 不過就是民眾最卑微的一個請求嗎 可是我們發現 在罷工一剛開始的時候 社會輿論沸騰 整個政府卻看不到有任何比較實質上的作為 即使都說完全掌握了一個現況 嚴密的監控每一個細節 但是我們還是要問到底真正的解決策略 因為相較於蘇院長不斷地告訴大家 要把政策讓民眾能夠了解 而且很多的宣傳如果超過十秒鐘 沒有辦法打兩章知道的話 那就是個失敗的 所以這些很顯然 願意把政府的所作所為來清楚的告訴民眾 所以相對於七天這麼長的罷工協商的時間 人民聽不到真正整個高層 到底要把這樣的罷工帶到什麼層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到 以蘇院長要求大家能夠接地氣 可是這一次的罷工 常常讓他覺得好像在放空氣 我想這對蘇院長來說 應該是不會覺得太滿意的 而且這次罷工還凸顯了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有很多人 為了要佔盡華航的肥缺 可以說是醜態畢露 有些政委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發言來嗆這些罷工的機師 這是代表行政委的立場 還是個人的立場 還有華航的子公司的一些華旅的總市長 確實把這些機師當作所謂的貴族勞工 想進華航的資源 確實對於這些專業一點都不尊重 所以這簡直就是一堆的租隊友 我們只能說租年我們希望租事順利 但是租隊友可以少了很多 最重要我們要告訴大家 新春開始 新象徵了一個新的一個氣象 未來一年是否可以國泰民安欣欣向榮 完全取決於主政者的一個領導 還有他的心胸的一個開拓 我們希望民進黨的政府 領悟民意的一個趨下 要扭轉國運 請先尊重民意 去年公投的結果 請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最後我們還是 祈願崭新的一亥年 風調雨雪 順各位大家 謝謝柯委員 下一位請審委員智慧 蔡英文總統 自從擔任總統以來 我們看到的愛台灣還是反民主 我看人民都在看 人民心中有一把尺 蔡英文的意志 而組成的行政院長 到現在的蘇貞昌院長已經是第三任了 我們知道這個行政院長是主席提的 也是蔡英文總統提的 所以他不敢反抗他的個人意志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事實上行政團隊 也就是蔡英文的一個執政團隊 他執政以來 他是以鬥爭為基本的形式的主軸 所以我們看到他 在這基本鬥爭的主軸當中 他們不把這個國家當成個國家 所以你看歷次蔡英文總統 我還稱他是總統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他在國家的慶典上 我們只看到他用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好像講個中華民國很不甘不願的 事實上他叫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我在這裡要告訴他 再下來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施政 逐漸走上暴力的立法 也逐步的走上敗壞台灣 這個事實 最近有幾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看到年改 這個年改是個畫件設法的年改 這個年改是污蔑公務人員 是米同的年改 是不願意溝通的年改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 我要警告我們行政院長 你要注意的 明年的警大警專的招生 將銳減近75% 這個數字你必須要注意 第二個 我們警察特考 也因為警察不敢退休了 明年要減招考試90% 到時候我們年輕人不敢成為公教人員 我們優秀的文官體制 難道等到65歲退休之後 全部斷來式的跳下去嗎 這就是我們年改的下場 就是你們鬥爭階級鬥爭的下場 再下來我要告訴你們 民進黨利用多數的優勢 暴力的立法 製造了許多的黑機關 製造很多的肥缺 製造了很多不專業的人 但是這是你們執政 我們沒有辦法製作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就是您強行的立法 一例一休 造成老師雙方都輸 人民也輸 停用核電造成高科技 不敢再繼續留在台灣 因為缺電所以他必須出走 我們不承認9月的共識 造成西進受阻 等等都造成台灣 非常大的隱憂跟禍患 所以我要告訴蔡英文總統 台灣不是蔡英文一個人的台灣 民主不是民進黨定義的民主 才叫做民主 本席堅信台灣的價值 是全民始至捍衛中華民國憲法 規範的民有民智民想的政府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中華 謝謝沈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蘇院長 各位同仁各位媒體大家早 最近一份民調顯示 針對20歲以上的台灣民眾的主要政黨 滿意度的調查 國民黨的整體滿意度是41% 高於民進黨的19% 特別是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現 滿意度是36% 高於執政黨民進黨的21% 顯見民眾對國民黨立委的期待 是相當高的 我們會更加的努力來擔當起監督的責任 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之後 內閣改組 我們看一下新內閣的施政方向 似乎有在轉變 希望轉往解決工商業五缺的問題 對於先前爭議不斷的勞基法休惡 年金改革 促轉會東廠等重大爭議議題 似乎有所悔過 要轉移過去施政 缺乏充分溝通 當家鬧事 計劃社會對立 這樣子的不良印象跟焦點 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蘇內閣 當前仍有許多重要的課題 需要去面對 我們的勞保年金 平臨破產 政府卻毫無對策 中選會及促轉會的政府人選 政府主委的人選 也尚未明朗 你要怎麼樣提出符合社會 認為公正可以接受的人選 將來他們的運作 又如何能符合民主法治的運作標準 這些都是大家關心的 另外關係到民眾的健康 以及電力供應穩定的能源政策 也沒有能夠符合過去公投 所展現的最新民意 加上昨天剛落幕的華航罷工事件 我們認為處理的還是敵敵大膽 根本不符合民眾的期待 我在此向社會大眾宣誓 新的會期 國民黨團不會放任新內閣打混 民進黨團 民進黨的政府 也不要想心存僥倖 這次我們國民黨黨團提出 非常多的優先法案 包括伸張司法正義的加重酒駕 虐童行責 以及跟蹤騷擾防治 全民防救災教育 修正環評制度等等 都在聚焦在民生經濟 所以我在此呼籲出內閣 唯有顧民生 改善人民生活 才是接地氣 不要只想搞網紅賣謀 遇到事情卻閃躲身影 謝謝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 歡迎的委員 軍議歡迎完畢 現在休息